现在是基辅当地时间的10号上午10点左右 在10号的早上8点20分左右 在基辅市中心听到了非常巨大的爆炸声 随后基辅市市长发布消息称 基辅市中心的舍府秦柯区发生了多次爆炸 他同时敦促市民前往地下庇护所躲避 随后基辅又传来多次爆炸 科里秦柯再次敦促民众尽快前往地下的避难所 他同时表示目前基辅市地铁已经停运 所有的车站向民众开放为避难所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爆炸的基辅市中心舍府秦柯区 是乌克兰政府办公区非常集中的区域 这里包括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基辅市政府等在内 这些机构都在这一区域 除了基辅市之外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发布消息称 包括哈尔科夫多个城市遭到了俄军导弹袭击 就在连线的时候基辅再度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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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